最新后选,65岁老太开吉普车还叫嚣儿子是市长,警方通报来了网友并不买账,近日,在成都街头发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名,一名醉酒路人用手摸了一下停在路边的吉普木马人,结果被司机老太驾车拦截,并索要赔偿,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进而导致道路背影,还差一点激起名分,有传言说开车的老太60多岁,财大气粗,指着挡泥板部位的划痕,要求对方赔偿给他1万块。 还叫嚣自己的儿子是市长,很快这个说法就被一传是市传版,再加上当时正值下班高峰期,又是主干道,很快就围满了吃瓜群众,大家群情激愤,警方不得不增开警力,将吉普车团团围住,生怕大家做出过激行为,视频被传到网上后立马引发热语,大家都很好奇老太太的身份,这么大年纪了还能开这么好的车招要过市,肯定不是一般人,再加上传言他说自己的儿子是市长, 大家就更感兴趣了,怪不得这么嚣张,墨一下车就要1万块,确实是惹不起,而且网友还扒出,该吉普车是套牌车,眼看舆论越闹越大。 第二天一大早,当地官方就对此事发布了详细通报,网传消息与事实严重不符,散布谣言者已被行政拘留,原来事发当天下午4点多的时候,吉普车主罗某将车停在路边,一名醉酒男子经过实用手进行触摸敲打,罗某发现后进行克制,随后醉酒男离开,但罗某上前检查室发现挡泥板上有划痕, 便认为是醉酒男倒,于是驱车将其拦下,双方随后发生争执,警方赶到后醉酒男拒不配合调查,于是被强行带走,罗某也要一起带走调查,但由于现场围观群众实在太多,最后只能由民警将车开走,双方经过调解最终达成协议,至此真相大白,但网友们却还有疑问,关于车辆套牌的问题是否属实,还有就是一般正常的民事纠纷不会闹出这么大的震惊, 是不是老太说了其他扩大冲突的话,导致群情激愤了,而且网上还流传出另一段视频,老太在二三年的时候就曾因驾驶吉普车出行登上过热搜,能开得起这么好的车,肯定是非富即贵的,那么大家对此又怎么看呢?